你們講說很糯是什麼意思 又就是軟的意思 軟的意思 彈 彈 我們台灣人叫Q Q彈嗎 Q 好啦那我接下來呢 我們要去吃的是另外一個 三道街喔 對 我們剛剛是二道嘛對不對 這也是三道街 這也是三道街 三道街 然後我們現在走過去 這裡就是這裡 就是我們新一代糖油果子啊 就有一個叫做 鎮濟新一代糖油果子啊 然後聽說也是成都這裡 第一名的 真的 第一名的糖油果子 第一名嗎 對 不錯 在一個地方可以吃到兩個第一名 看有沒有辦法吃到 熱騰騰的好吃糖油果子 糖油果子算是他們成都人在地的那種 小時候在吃的零食 是像糖葫蘆嗎 我也不知道 沒吃過 還是像地瓜蟲 不曉得啊 所以特別來嘗看看 看怎麼樣 對啊 是在家吧 正記 正記嘛對不對 對 現在還沒有什麼客人 因為我們現在很早 你要吃嗎 吃一個 一串好不好 好 好 直接拿就沒了嗎 隨便 隨便拿 謝謝你 剛做好 看一下 現在吃不脆 現在吃不脆喔 什麼意思 現在吃不脆什麼意思 很脆 內糯 糯是什麼意思 台灣人 對 你們會講說很糯是什麼意思 糯就是軟 軟 軟啊 彈 彈 我們台灣人叫Q Q彈嗎 Q Q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了 怎麼樣 什麼味道 嗯 喔好吃喔 你覺得像什麼 很酥 不一樣 不嗎 不一樣 喔好甜好好吃喔 這個外面很酥脆 這樣做好的 裡面是 軟 越冷越脆 越冷越脆啊 嗯 就是會更脆 然後裡面更軟 你知道嗎 因為它那個糖是會靈結的對不對 就會更脆 不然我就直接放它冰箱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感覺不錯耶 呵呵 所以它要放在長的問題 你知道嗎 好好吃喔 嗯 自然的把它放裡吃了 就那一層糖 就有點像那個糖乎乳 那個糖 凝結之後 就會脆脆的 裡面是 不一樣喔 啊 對對對它是麥芽糖 這個是紅糖對不對 紅糖 這裡面還有包東西嗎 沒有空心的 空心的 嗯 好好吃喔 它東西叫湯圓 湯圓 嗯 它整顆都是糯米做的 我開始好奇 它怎麼會弄成空心的 類似地瓜球的做法吧 我猜 好好吃喔很脆 先買一隻好不好 呵呵呵 外帶 它不是可以放涼嗎 對 我們看那個 我們外面那個啊 有些東西上上的 不知道耶 你拿就買一塊嗎 要買一塊 對 那你不買 你再買一塊嗎 嗯 那帶子裝起來 我可以買一塊嗎 呵呵 呵呵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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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肩 這給你吃 走囉 第一次吃 非常好吃 恩 謝謝 掰掰 好 掰掰 所以他這個 不是 你知道嗎 我記得跟我們在那個 比如說我們 剛到成都那兩天有沒有 我們看到都說整個都是金黃色的 就很像是剛炸起來 他這個是黑糖的 對 所以他可能這邊的那個 黑糖果的比較重 真的很好吃 很脆 就是甜甜的 很脆好吃 有耶 他真的有點放羊之後會更脆 你會肥死我告訴你 外帶一隻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如果說你在成都住一段時間 我覺得你應該會變胖回去 肥死了 對 我剛剛吃這樣好飽喔 哇 超級飽的 欸他是糯米嘛 超級飽很甜 剛剛都吃了一大盆的冒菜 成功 超級飽的 我唯一的地方 就是希望我會忘了家 好啦 各位旅班 我們今天在西二道街吃的 無名冒菜 就是沒有招牌的冒菜 嗯 這是當地人 推推 我們也推推 然後接下來我們到西二道街 再下一條就是三道街 三道街上的糖油果子 對 它叫什麼 鄧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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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季新一代糖油果子 很好吃 老闆很酷喔 老闆不好意思 跟我們一起拍個照 我剛剛還問他老闆什麼 很糯什麼意思 很糯我說 黏 黏 黏 Q 其實就是台灣的 黏黏軟軟QQ的意思 QQ的意思 QQ的意思 因為糯米做的嘛 好啦 那我們今天早上一早 美食大成功 因為真的非常好吃 一早又吃這麼飽 又吃得很飽 然後又好吃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那個 早上的那個冒菜跟糖油果子的美食 美食探店 到這邊喔 那如果各位旅伴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 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們 記得訂閱頻道喔 然後最重要的是什麼 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現在在成都的 蒼蠅館子 無名冒菜 對吧 吃完了 吃飽了 那你出發了嗎 希望我們可以在接下來的旅行路上 遇見你 下次見囉 下次見囉 掰掰